《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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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开始书证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状态 刚开始书的时候 对啊 如果第一反过 刚开始你有那个境界 我看看我们书证写吧 那当时涉及到生死的问题 我修是一个很特殊的 所以我跟别人不同 所以我没办法讲述我的东西 我是倒着来的 就是说我从一开始 就是出去了 达到就一开始是走最高那一层 到那一刻回来的往回走 就是说要回到精神层面的时候很困难 再回到物质层面更困难 它是一种降落 下不来脚踩不到地上 就是觉得脏够 就是分别很重 就是因为你在最后最高的修 你还没圆满的时候 就还没达到真空师庙 你就要回来的时候 这个精神层面第一是 因为你一开始我在修的时候 有一次一些就进入 一开始就进入财地这间了 进入这间接受师父的教导吧 一开始从那个财修里接受 就是等于是拿化身去修了 就是出神去修 或者是叫什么都不重要 等于是那个我在那个维度修 那修完了这个东西要跟我合一的时候 很困难 就是你是一个回来的状态 回来你等于是什么 回来的时候穿越三界六道 等于是重生 就是等于是 一个投胎 不是一个很特别 OK是一个精神 是一个投胎 也不能算是投胎 是一个就是说 重新从地狱 恶鬼到畜生到 一道一道一道往回走 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在每一道你都可能在穿越的时候 你每一道里边可以做一些事 重新做一些事 因为在法界里边 你是然后修完 法身以后才回来的 你要在法界里边有修好几年 修完以后 你会在法界里面 你会 所以有一个误区 就是你在法界里面修到那个程度 你会觉得很厉害 无所不能 但是然后你会回来 然后你会再回的过程中 你要穿越六道 尤其进入玉界的时候穿越六道 这个时候如果你稍稍有一点着笑 就是哪怕你着一微尘的像 就是一点点微尘 那微粒你还着笑 有一点点吸气又要 微就微尘 你就会中招 因为穿越的东西 就是穿越的会有什么结果 在禅定境界里 你会分裂 就是说 你会同时生活在几个维度 比如说我会觉得 阳明是人事界的 那我在其他另一个世界 是有一个 另一个我也是有名字的 也是有形象的 那我会感觉到那个更真实 因为那个东西 对我心态的影响更大 而这个维度的东西 是对我身体的影响更大 就是说我的心性 好像就是分开 甚至同时在三个维度 出现三个幻境 但是呢 我有时候会觉得 另一个幻境的我更真实 更真实 这三个会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互相有影响 但是这个维度会慢一点 就是这个维度会慢一点 就是说 比如说我在那个维度 发生过的事情 这个维度呢 会以另一个方式呈现 它是对应的 维度是对应的 比如说还是显化 在你这个身上 还是有显化的 是的 是的 有显化 不是说完全分裂的状 不是 不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在悲病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在恶鬼道在做事 你会跟很多恶鬼在打交道 那些恶鬼会对你有损失 还有那些毒气啊 那些那些恶鬼道的毒气啊 那些 你会发现你每天呼吸不超 然后慢慢慢慢 这边就不行了 就突然就不行了 就是这个肉体就不行了 它个头维度那种信息是感应的 就是就是你那边的战争完不了 这边是好不了 就是就是他很多就是你在那边打仗 你会发现你负伤了 比如说你在某一个地方去去做一些事 你会发现你胳膊负伤了 那在这一个维度呢 你会发现你这块的气脉突然就堵塞了 就会在这个维度就是 有一个气脉就突然就堵塞了 然后这个胳膊就疼得抬不起来 可能好几天举个例子 但是你会发现你在那个维度 你会看到你这个胳膊被刀劈了 或者是什么 就是就是那个维度胳膊已经断了 这个维度但是不会断 但是你会出问题 而且很容易出车祸啊出问题 就是那些 会以某一种激烈的流血的方式 视线出来 但是你在每一个维度 你会发现在这个维度是最差劲 就是说你的绳突是最差的 就是说但在其他维度 你是在不同的维度 视线出来的东西有不同的力 就是说越往低维度视线 你的绳突越差 越往高维度视线 你的能力越大 就是那种 他会互相感应 而且你的其他的维度 不是说你一个人在做 你同时还有你的同伴 你身边甚至又跟着很多人去一起 大家 这是有团队的 是有一些 但在这个维度是 就是说我们在其他的做的不同的事 就是时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每一个成就者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吗 在几个维度里都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跟我想 就是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跟我的 能够交流起来说 他说的东西跟我是一样的 所以我不知道 也许有 我也没碰到 就是在境界里面 没碰到这个人说 我在哪一个 地球上的哪一个 哪一个世界成的 血泄了 没有交流 比如刚才老师说 你在那个维层里面 也有一群人在做事 那这个人 有没有这个人 也在这个维层里面 是这个人 也有 也会有 他会视线另一个项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去知道他在另一个维度 在我身边 他在这个维度 会视线一些东西 有时候 但是甚至都不见面 他可能视线在地球上的其他国家 其实不代表我们不在共同做事 就算他是现在美国 是现在英国 但是那些时空 已经影响不到我们的 我们的 列结 影响不到那些做事 能够共同做事 所以只有 只有 我们的眼睛是有局限性的 才会在乎见不见面 在不在一起 离得多远 所以 如果你慢慢的 会突破一些东西 它在哪个国家 并不重要 你见不见面 并不重要 因为新的链接是没有时空的 因为 现在你做的事 还是一种心灵的救度 就是 心灵链接 就是比如说 我跟一个人 要一起来做一件事 那这个人在美国 我在中国 那我跟他的心灵 只要能感应过来 就OK了 那在餐厅里面 是可以见面的 但在这个世界不一定 但是不代表不能过头做 完成同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 在这个层面 他不会说 在意说 我们俩过头去盖个官房 这这么小的事情 也就不是 因为你在山上 两个人合力去见一个官房 这是很小的事 是不是 这个是 就是随缘做的事 就是这样 其实更多的东西 来自于灵性的救度 其实在整个 释迦牟你的救度的课程里面 人力只是其中的一道呗 你永远不要把人力放得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解脱 你还是一个人力的话 你只是六道之一啊 救度的不止你一道 更多的灵魂需要救度 更多的 如果你解脱了 你不在人力的层面 这样说好像是很 好像感觉怪怪的 是吧 你以一个人的角度去说话 好像其实是真的 在心系上你做多了 这是 这个是没什么的 就是说 因为你的心真的是在六道的 你不是在 人力这一道的 你只不过今天你叫人力 人力只不过是个代名词而已 是不是 因为今天你长成这样子 你把自己定义为人力 但你的心你真的是叫人力吗 你的心到底是什么 你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出神去修 更困难的是回来 就像我那种 他不是往出走 他是回来 回到物质层面来 因为他只要着下 就绝对不回来 他就 他只要有点点着下 他就回不来 因为什么都是完美的圆满的 只要他感觉 有物质层面 他是 只要他在那些认为这个地方是有缺陷的 他就不会 他就进入不了 你知道他回来的时候 他是 比如他感觉这个地方是有缺陷的 知道吧 他认为那个地方是黑暗的 是阴暗面 或者不光明的 那个地方 他就无法进入 因为 他是一种爱 或者能量的方式进入的 凡是你认为有缺失的地方 那个地方你到达不了 你说你无处不在吗 因为回来是要无处不在吗 才是这种 他是这种能量等级吗 那么如果你认为那个地方是分别的 你认为他是黑暗的 你那个地方你已经到达不了 就是一分别 你已经分裂了 已经不是你了 你怎么能回来 回来的不是你 而且你根本回不来 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呢 对每个人来讲 其实到最后 你好像在出轮回 其实也是在回来 你的佛性在回来吗 你在自我在往处解脱吗 自我 自我有一个出轮回的过程 但佛性是在回来 就是生死是一起的吗 自我在往外走 佛性在往回走吗 你其实是这样 也是这样讲 能这样讲 是吧 但是 因为入门处不投 所以我只是 我重点强调了往回走 你重点强调了往出去 对对 就是 其实到最后 你到最后解脱了以后呢 其实是出去过去来是一码死 其实经历的Lotus是一个 Lotus 只不过是从哪个入手 从哪个门进而已 对不对 但是从我那种角度走呢 也是有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比较 有 各类 有一败利一败比 其实一样的就是 好处就是你 你充满乐趣 你不会枯燥不会乏味 而且学习特别快 学任何东西 在那些境界里面学的特别快 没有喜悦 你会发现你 你只是变成了一种存在的状态 真的就像你们看奥西娃或者很多零星书记那些语言 其实就是描述他那个状态 因为有喜悦你会有烦恼 没有任何对立的二元对立的东西存在在那个维度里 你会发现你 你只是不断的 你也不是在学习 只是在或者复印或者在提取或者是什么 根本就没有学习这一码事 就是照 复印 提取 复制 这些词我觉得就像现在电脑的那些词更好更确切一点 当你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以后 就像在准备你的武器挂满你的全身的时候就可以装备圆满就可以回来了 但是回来的过程就是凿下 只要你凿下很困难的 就是有些伤害蛮大的 但是走那角落需要一些条件 就是你首先都能出神 而且还在那种出神是圆满的 最好是天而天也打开 就是在这 就是你要保留一些特意的能力 能量 能够去 那些我觉得要是通过修行 我发现也有通过道教的 比如说或者是有些其他宗派的 通过修这个出阳神 出神 但是我发现都很 就是很不可靠 就是你出去以后很容易回不来 因为你那个神的功德啊 什么不够 出去呢很容易被外道啊就是灭掉 因为你出去有些其他维度就是看到你的 但你的能力不够嘛 就像一个小小BB出去了 就出阴神嘛 那种小BB出去了 很快就灭了你 就你这别就出了 就会 如果是你的神出去比灭掉了 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会出危险 你可能过来就变成心事走入了 就还要丢了东西 或者是你就在车祸里边就有你的 因为你阴阳不平衡 很多就会出很危险的这个方法 除非这个人这个速师 他有一点成就 那么这个出神修是比较好一点 而且有时候有的人出了神他也不知道 就像做梦一样他不知道的 他甚至看不见 做梦还能看见 现在比如你们休息出去 你们有时候都不知道你们丢了东西 还得帮他找回来 又不到 你要着想的话 有点你就像那种 就像我那种修行 你要着想的话就死定了 其实我也差点死定了 就是你着想 因为你看的东西更多 你不着这个维度 着那个维度 你一定着 你真的是 你不着物质层面 你着情感 这个层面 你不着这个 就像在修禅堆里面 你还着光明镜 那些 找其他维度 佛菩萨的像 什么都找 你找哪个都不行 你会无数次的 空在不同的维度 每一个都在各个维度空 有一个维度的你空住了 其他维度跟着空 连着空 如果我在某一个维度空住了 那在这个维度视线 我空在某一个地方 你会看见我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出问题 但是他不是说也空在同一件事情 因为维度视线的样子不一样 所以那有这种 因为自己出生和不知道 大部分不知道 也有极个别的知道 但是呢 有一些 其实这个不属于正道 正道修法 就是说这个 这个不属于正定 这种修法很危险的 就是不介意佛陀 不介意这样修 因为这种是 除非你 你的政治界已经很强烈了 就是你的政界 就是因为魔道助手也可以这样 你会分不清的 我思考我很多讲功夫 讲这个那个 我中学觉得好像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就是不一样的 我后来我讲的 说上看 他们一个成就职员 最终是功德的成就 他说如果功德不圆满的话 你继续带我去功夫里头出问题 出问题 很容易出问题 就像你的光化声 你修正到极度的那种 光化声的时候 流力气或者什么 你会在空中病的 就雍死撞击 知道吗 雍死啊 你怕的不是这个事件的东西 你怕的是闪电 你怕的是宇宙里边的 你会发现你在太空里边 你只要你出去了 你就可能被毁灭 就是就像那种 就是妖怪在空中 你出去被离屁啊 就是因为你会吸引那些东西 就是你只要出去做事 你就你就带着毁灭的危险 你就可能被屁掉 因为你正好正到那个程度 就那样 刚刚说过的那些灵体 对灵体 所以在你功德不圆满 就是没有正如真空以前 就算你正成了一个太阳 你也是会毁灭的 别说是 除非你这种银河系的中心 就是你的真空嘛 真空位置 你把所有的东西进入 你这就还原 还原 就是那就叫度化了 因为所有的东西再进入 不管是任何这些什么能量 因为每个人其实就是一股能量 就是说对你们来讲 你们就是能量流 假如我是宇宙的中心的话 那么你进来 就是说只要碰到 它就会被你 就像它就会吸进来通化掉 知道吧 任何星球进去 它就会把它回到原型 那你的原型是什么 佛嘛 是不是 就会度化 那就叫度化 在宇宙里面好像叫毁灭 在佛这叫度化 让你回到本源源头去 摧毁你的所有弹水痴 能量流离别的信息呢是 等于毁坏了一个电脑 毁坏你的电脑 让你充足就是那种 但这种力量 如果你还是以一个 以一个星球的形式主要 或者是 就算你在整个的修行 不管你是什么流离体 或者光明体 你只要在光里面 就像你们说 猎说 光明体 你只要明空不二 你达不到明空不二的状态 你只是光明体 不管你光明的像太阳 像月亮 像什么 你都会被摧毁 你进入宇宙都会被摧毁 别说你 你不用出神 你坐在这就被摧毁 只要贴体有变化 你坐在 比如说假如我修到那种 我只要坐 我就是坐在这个地方 我逃到三界的任何地方 都会被摧毁 都会出事 没地方躲 没有人可以保护你 唯一能保护你的 就是慈悲和功德 如果你只是在施政里面 不断的往上走 你根本不去理解功德的话 就是那样 但这个其实整个在你们的修行里面 很多东西你们是不经历的 很多东西不愿意 因为达不到那种等级 你不会停留在那种等级很长时间去承受一些东西 就是他除非有 就是 因为这些说的就是 有些有极个别人 他只是为了一些劫难而生的 就是他是为了应付一些结束的 就是所以他保留了一些东西 他身上配备了一些东西 也保留了一些东西 因为一些结束 他准备在这次结束里面做一些事 所以他才会以这种方式出现 一直一直一直 就像你看 比如我 去个例子 他前 他有十几年时间师傅在教你东西 十几年时间在餐厅里面教你东西 在整个那个过程 他是一直让你很低调很低调 不让你出来的 包括你在一个我那会儿在广州去开诊所 他都隔几个月让你换一个地方 怕你出名嘛 就是但是他要让你留在广东 留在广东 但是他是各种地方 他他他他他就他怕 看着你有有病人了 病人很多要出名了 好赶紧赶紧搬家 你你诊所还都四五次搬家 哪有这样子开诊所的 就是然后最后把你藏到那小巷子里 但是因为你要留下还要生存嘛 你要留在广东 你还要解决自己生存问题 那你还都不同的不能出名 还要低调 你还不能让有些有些 魔盗助手发现你 发现你呢 发现你他们不是说 怎么样去打你 那些魔盗助手 他是拿名利来诱惑你 因为你你还羽翼未封嘛 你看你跟着就跑到了 人家给你个什么模拟 什么玻璃球 你就到模拟柱跑了跟着 是不是因为你承受不住诱惑嘛 然后你就你就会起心动 你就会出问题 他就让你尝啊尝尝尝 就是那样子嘛 然后但是他要低调 但是他要一直等到2012年 就那样 然后过了2012年 其他的再说了 再说 这很多东西都是为2012年做准备的 所有的所有的学习 其他要求是 他要求是 反正你把该学的要学 还准备的要准备 是你该经历的要经历 然后就这样了 然后你还得具备一定的东西 品质啊 十倍心啊 你的修正功夫 到达一定程度 正好跟那个东西抗衡 你还不能过 你还不能提 正好要到达 就是他是不偏不正 到那天你敢到那个点上了 你就是就像晒跑一样 到了某年某夜某生某日 你最好跑到他的面前 就是那种 然后给你控制的很好 然后OK 然后你最好面对他 就是这样 这都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主意了 收主意了 很多的参与都收主意 然后很多参与 所以无所谓是谁了 谁来做这件事了 我觉得 他不是我在讲我的 我其实真的 真不是说真的 你要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事情 真的是 就无所谓 真的没意思 我是觉得他就是个 就是个 就是大家 就像游戏一样 做就是这样子 安排 就是跟你们讲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想的那么严肃 很多人 修行也是 很多人来 包括释迦牟尼佛 包括很多是菩萨 或者来这个世界上是 各尽使命而已 各做各的 有的人来了 我写两部书 就他被屁股走了 说啊 那他是谁来了 他他为什么不讲法 人家就是写两部书走了 人家来 来漏过呗 是不是 就没准备在你这长流呗 是吧 有的人是发阅来的嘛 有的人是漏过过客 就是 你认为 比如说你认为是 你认为他在这儿待了二十年三十年 他其实在法界里面 就走了一两个小时 他有事呢 他就漏过漏过在这儿留两天 看见没有 看见个有缘的 哎呀留两天 跟你先来不是走掉了 根本就不是来做事的 就是就走了 很低的维度吧 请我回家 嗯 嗯 shaken